当我说电竞产业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见得了解 没关系 全世界至少有一半的人 还真的不知道电竞产业 真的她在说什么 但从2017年开始 她已经被正式列入 我们国家的运动产业 今年的11月 还一项大型比赛就要登场 究竟电竞产业的选手 她们过了什么样的生活 她们未来的前景是什么 我们对于这项产业 有什么了解必须要成军 我们今天期待了好几位 女性的选手 跟她们的特别的业者 告诉我们这里面一切的奥秘 普遍来讲 游戏就是男孩子的天下 就觉得说 女生来打什么比赛 来当直详物的吗 来当花瓶的吗 好胜心比较强 然后就觉得说 我不可以打输男生 就是我也可以这么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就是踏入了这个行业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 你今天做了选手 你不做选手 你就没有钱赚 其实不是 我觉得它比较起 可能正规的那种体育运动来讲的话 它反而更多出入 因为它是科技相关 我去了国外打比赛 才看到 他们的教育反而是非常支持 他们的小孩子 甚至从五岁就开始打游戏 都没有关系 真的有竞赛的选手 他的身价可以达到五千万 这个数字 是的 现在可以 大运食堂不仅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欢迎各位来 我们今天的地方 稍微做了一个改观 各位看到 今天我们的四湖大运食堂 战时好像变成了大运王咖了 今天特别欢迎到一位 这位是在电竞产业里面 特殊的名词 他叫直播主 你看到他头戴的耳机 他的键盘也是跟以往 我们看到不一样 闪闪发亮 五颜六色在他身上 象征着这个产业是充满了新鲜 充满了完全不同的风味 当然也盖上我们这个行业 其实正在是明天产业的明日之星 因此我们今天请到了 不仅是这位直播主 很年轻的点威 还有另外三位也同样年轻 也是电动产业的女性 来到我们节目 我们灯可以亮起来的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产业的我们真实的女性脸孔 请她们思维 儿子可以拿掉了 好 只告诉我一件 点威你是直播主 对不对 对 为什么这些行业你要把自己做这么多特别色彩的装饰 因为其实这个非常的酷炫 简单来讲是非常酷炫 那其实我们本身在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平常的电脑文书是比较偏向于容易在做文书上的处理 所以对键盘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所有电竞设备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定会叫电竞相关 就是代表它一定有一些地方特别 如果敢打赌 你应该还有别的设备也可以发光 穿在你身上的 对 可能滑鼠也有 然后主机其实也可以 全身的头盔服饰 你做个袍子全部都打上LED灯光一样 对 就好像关了灯就会看到一个人在跳舞 这些东西真的对你进行工作有帮助吗 那个气氛的塑造 其实有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情 因为游戏打的时候你就想要放松 那如果你有一些漂亮的东西 或是亮亮的东西 其实你自己心情会很好 然后放松的之余 你还可以就是打得很强 因为键盘一定有一些比较厉害的地方 电竞 我敢讲包括我在内 全世界有一百年以上 还是不太懂这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有选手 两位的年轻的选手 也有我们推动这个电竞产业的 我们的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 不同的阶层 我请问一下 那你们中间谁的功力最好 不要谦虚 应该是尼亚吧 他爱欧尼亚伺服器大师 大概是百分之千零点 那我先从他开始 好 你跑到什么程度 就是可以跟男生是相交的 跟男生 对就是男生的玩家 选手 你意思说这个行业当中 有男女差别吗 是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以为这个 比如说我们做任何的比赛来讲 现在不是讲究是两性的平等吗 难道电竞产业不是如此 对就是女生普遍都是比较 给男性玩家都是会不尊重 以及会认为说 你可能就是娇气 就是打游戏就打不好 这类型的刻板印象 那你也是 你也是属于那种被男性排斥的吗 当初是这样子 没错 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是吉祥物 就女生出来打比赛 就是觉得说 女生来打什么比赛 来当吉祥物的吗 来当花瓶的吗 这样子 所以这个产业原先开始 我们早 可以讲从电玩时代开始 以前那个次演叫电玩 现在就是电子竞技的 正式产业的这个名称 所以本来就是一个 男孩子的天下 应该说普遍来讲 游戏就是男孩子的天下 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男生就是很爱玩游戏 女生怎么会玩游戏 所以我们今天最有兴趣的 请到各位 那你们怎么跑到 男孩子这个原地里来的 你打这个 是 我自己本身是玩家 我大概全1% 没有他那么强 1%意味的是 在99%的选手 或者玩家功力不如你 对 是玩家 可是如果你要成为 顶尖选手的话 你大概要成为 你是怎么开始的 我就 其实是因为 我弟弟的关系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跟他一起玩游戏 然后我就发现到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 好胜心比较强 然后就觉得说 我不可以打输男生 所以那时候我就说 你在玩这个游戏 我们两个一起玩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变成开始跟他 一起玩游戏这样子 结果后来我发现到说 因为男生对女生 其实会有些歧视 我认为那是一个文化上的 一个关系 所以我收到这些歧视的 言语言论之后 我就想说 我想要证明一样 我可以跟你们一样 就是我也可以 那么强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就是踏入了 这一个行业这样子 所以说你是带着一个复仇 复仇心态来的 应该是想要证明的心态 对 那你呢 你又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的话是因为 我很喜欢玩游戏 然后我玩游戏 常会忘记时间跟空间 那家里有男孩子吗 还是你是怎么开始的 完全没有 我就是真的单纯 就是一个宅女 就是很喜欢看动漫 漫画 然后玩游戏这样 然后玩一玩以后 就会莫名其妙 进入到那个世界 我很喜欢在游戏当中的 那个感觉 就是可能现实中 有很多困扰 但是你进到游戏里的时候 你就是你自己 你不用去担心任何东西 所以我是这样进去的 对我来讲 我已经忘了 那个年代什么样子 我相信我也曾经有过 在年轻的 所以那你有开始发觉 当一旦开始游戏 人家知道你是个女孩子的话 也对你有不尊重的 这种批评吗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要看 大家的那个位置 因为可能像尼娅 或是那个MISS 他们都是比较偏向于 很厉害型 在大多的感官下 会觉得你如果是选手 如果你是很厉害的女生 你应该要很厉害 你不应该技术面要弱 可是因为我本身是玩开心的 是走实况和直播这一块 就是当主播的 所以我打得开心 打得好玩 讲话好笑 别人就觉得很好了 并不会去刁砖说 你今天怎么没打好 你今天怎么一下就死了 不会掉转这个 所以你们两个都是 家里面从开始的 对家里面 那欧安你呢 你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在打比赛 就国小的时候 打射击类的比赛 然后长大后 打了可能我现在玩的游戏 英雄联盟 刚好有一个机会 然后就去测试 然后就刚好又进入了这个圈子 那时候有跟 也是受到什么男孩子的影响 或者跟男孩子竞赛的心态的影响吗 那时候还不知道 有女子选手这东西的时候 心里面都会有一种 很想打败男生的情节 一直幻想在我脑中 然后我就很想 我就很想要一直站在这个游戏的最高 顶尖的地方 所以你们四个都是不服输的女孩子 对 我们是复仇者联盟 复女的墓 你们成长的那时候 其实大家还是电动玩具的那时候吧 现在开始 所以你们家长对你们自己喜欢打这个 一定有些不同意见吧 去打过100美金的比赛 对 我感觉说我是台湾前十名吧 他说100美金 100 他说完这个字 对 我没有发觉 我没有发觉 那其实是100万的意思 是100万 所以我看到一个数字说 真的有竞赛的选手 他的身价可以达到5000万 所以你们家长 对你们自己喜欢打这个 一定有些不同意见吧 从你开始 对 就是基本上他们会认为打游戏就是不误正业 认为你打游戏就是你不会读书你就只是在打游戏 而且好像男孩子玩这个沉迷我们好像还那种印象中可以接受点 可以接受 把萤幕藏起来 全部藏起来 果然 我听说很多家长会做这种事情 因为他认为藏什么奇怪的我可能会去伸出来 藏配备会伸出来 然后可能是藏萤幕我是去哪里拿萤幕来接 所以你怎么练呢 就其实以前最夸张的是就是箱形的那种很大型的萤幕 然后那种是搬很重的但是就为了要打游戏就特别去就是跟邻居借那种老旧的电脑搬移幕去打 搬到你自己家也来打 对就是搬到自己家也来打 那你爸回家之后发现 你怎么有萤幕 他在搬走 对他就生气在把他搬走 你不知道那时候有网咖这个事情吗 那时候还不知道 你那时候几岁 国小三年级 国小三年级你就 难怪家长会担心 对 所以到后来他们几岁也开始慢慢接受你了 几岁其实到高中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 都不接受 到现在才差不多认为说 可能你打游戏有些成就或者是成绩出来了 他才认为说好 那稍微相信 所以到高中他们还有什么方式强烈的来阻止你吗 高中吗 其实高中我算是就是蛮叛逆的 是为了打游戏而休学 就是直接放弃了学业 然后专攻 那你也要告诉我们 我们有准备三明治 为什么准备三明治呢 因为你们听说都很辛苦 为了这个游戏比赛或者是训练 三明治是最好的这个冲击的粮食 所以你从小学三年级 我觉得父母亲的组织 或不管怎么样 甚至到高中休学 到底这个为什么让你这么迷恋 就是其实我觉得游戏 它就是一种给人有一种归属感 可以在里面实现你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有点像是虚拟世界角色扮演 可是你在里面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 你的真实世界有什么事情你做不到 就像是 找不到朋友 会吗 没有 没有办法去跟就是面对一些镜头 或者是说面对人 所以你觉得在游戏里面你可以找到 你可以放松开来 对 就是 因为大家看不见你是吧 对 所以就会刻意去夹翻自己是男生选 就是不管是我在当选手 名字上我可能就是都会让对方觉得我是个男生 不会就是看到我就是觉得你可能笑什么很女性化的 所以你有这个原因 你呢 你不会吧 你不会觉得有这个个性调试的困难吧 之前还没有当实况主 或者是在荧幕前面打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很内向的一个人 真的两位都看不出来 我看到你的神情了 这真的是算是 因为我们我家里面就是是放任式教育 就是不管我怎么样他都不会管我 然后就是 就是很不容易跟人家相处 就是我不太会跟人家相处 所以就是会怕 然后在游戏里面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都会有朋友 我那个时候是因为可能我游戏没有到 像大家这么专严在那个里面 我只是希望能够放松 所以我会变成比较喜欢为了这个游戏 我会想要去把我其他事做好就来打游戏 对 所以其实我可能没有经历到 休闲玩家 对 休闲型 我是休闲型 玩得开心的 他们是投入型 对 投入型 所以这里面跟自己的个人的自己的性格 也跟家长的态度其实是有关的 那我就问一下 你们都怎么练出来的 这个技术 你和百分之一 前百分之一 你们是根本是属于这个竞技级的选手 怎么去练啊 应该是说我觉得打电竞这件事情 它虽然是以游戏为基底 不过它其实是需要天分的 所以其实即使你花了很多时间在练习上面 你不见得你一定可以成功底 什么样的天分 要看角色 你要知道角色的技能 第二个你要知道它的冷却时间大概是多久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上一个会战的时候 这个技能可能还没装好 所以我判断现在这个会战可以打 所以他记得其实细节有非常的多 包含因为每个角色大概可能会有五个技能 QW 所以你要去判断那个游戏的那个后面那个人 对 他的想法 他现在是不是想要打这个会战 那你是要 你们要懂心理学了 其实这应该是说有两个字 就是可以直接称呼这个 就是预判 预判 对 就是你要学会预判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你觉得你有这个天赋吗 这部分是有的 那你能够预判我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吗 对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今天游戏可以 我应该可以 我应该可以 你觉得我要预判 预判这个能力你怎么去培养 或者你怎么知道你具备了这个能力 就是会去换位思考 就是假设你是他 你下一步你会怎么做 然后经验久之后 你发觉你的准确率还蛮高的 对 我以为是你们要严守这个动作 很协调 他速度非常快 那是基本功而已 对 那是基本功 想要过什么大的比赛 或怎么样 去打过一百美金的比赛 对 我敢说我是台湾前十名吧 他说一百美金 一百 他少万这个字 对 是一百万美金 我没有发觉 我没有发觉 其实是一百万的意思 是一百万 所以我看到一个数字说 真的有竞赛的选手 他的身价可以达到五千万 这个数字 是的 老天爷好 这么年轻好 你可以是在前十名的台湾女选手 你的成绩 你现在还是 真正是战队的选手 然后你在台湾跟海峡对岸 都有参与过队伍 对 他是前十名前三名 对 所以他是第四名以后的 可能第四名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这个点威好了 点威 其实你告诉我一下 你刚刚我们一开始 镜头开始看你这些装备 你叫做直播主 对 但你的能力是 不能当选手 所以你当直播主 对 没有达到那种前三跟前十 对 要承认一下 那他们 他们一旦离开这个战队之后 他们能不能来当直播主 可以 只要他们能够接受镜头的话 对 因为我们直播 直播主跟实况主 就是一定会镜头照到自己 我可能在玩游戏的时候 我就会说 那现在有谁 这个镜头现在在看我 我就说 现在有谁要不要一起来玩游戏 然后我们加入战队 然后加入加入 全部加入完以后 好 那我们开始游戏 然后开始的时候 对方可能都是敌对的 然后我们就会说 等一下去打那个谁 打那个谁 这样一讲以后 我会看旁边的聊天室 因为我们都会有聊天室 那每一个人可能就会说 其实刚刚你那一枪打得很烂 哪一枪打得很好 然后有些时候 可能我放大绝的时候 没有射到 然后他们就会看 就说有 看到你射到了 射到了 有射到底人可以 然后就是一个效果 像节目综艺那种感觉 所以你有点像综艺 有点像球赛的球评 又转播 更毒舌一点 对 然后自己又深入其境一点 你能示范一下毒舌的 你怎么会毒法呢 那毒法就可能对方打我 就说你是神经病吗 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 你为什么打我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全家都会哭头 我跟你说真的不可以 不会有人骂你吗 反过来说你在 他觉得你 一定会 他就会说 你是不是没有打过游戏 就是你怎么打得这么烂 你到底在干嘛 然后就会骂回去 可是骂不会 你的工作到现在 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最有意思就是你很能做自己 因为你不用担心说 我今天攻击了你 然后你就 人际关系全部烂掉 因为你其实今天就是玩游戏 所以大家可能在游戏当下 会有一些直接性的对谈 他们两位选手要不断地去练习 对 你的工作要怎么样去磨练 我的工作其实是把休闲跟磨练 结合在一起 就是我在玩的时候 我当然相对地输压 但是我因为不断在做同样的游戏练习 所以我可能这一场 我可能死得很快 但是我知道我为什么死 所以我下一场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改进 然后可能观众也会跟你说 你刚刚那一段 你可能怎么走 比较不容易死 所以其实我也是在过程中 精进去 所以观众看的是 就是你的口白是不是很妙 对 想的是不是 很好笑 你有没有底线 有 我底线是不 宗教不政治不情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对 其实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 那我自己个人是比较不接受这一线 好 那我现在叫来秘书长 秘书长 其实你的工作很多是 也就让大家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电子竞技 已经变成国家的正式运动传业 对 但如果讲 很多人真的是模模糊糊 我看到有选手 也看到有直播主 所以这个比赛 它不仅是比他还要看 对 所以到底是 这个电子竞技的一场比赛 是怎么进行吧 假如说我今天女队跟男队一起打 一坐下来 男队就会说 哎呦 怎么是女队伍啊 然后就是有那种很骚扰性的语言 就是说要不要加个好友啊 哥哥带你玩 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比赛就是 我们女队赢了 然后男方就很生气 砸键盘 要求重赛 所以这些大男人 反而在游戏世界中最明显 这个比赛 它不仅是比他还要看 对 所以到底是 这个电子竞技的一场比赛 现在怎么进行吧 应该是说 我们认为电竞产业跟游戏产业 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两件事情 那电竞产业 它一定要整合四大的一个产业 有包含媒体啊 游戏啊 科技啊 跟娱乐 去整并在一起 一场游戏到底怎么比 比如说 至少有一个大一幕 对 有点类似我们金钟奖一样 你知道 可能会有主播赛评啊 赛后访问区啊 然后还有现场选手的一个赛事台 以目前现在来说 大概分三种类型 一个是MOBA类 MOBA类是什么 就是有分上中下三路 然后我们两边互相较劲 看谁先把谁的塔退掉 这是一种 第二种是FPS游戏 它是属于射击游戏 比较像 呃以前男生在当兵啊 然后现在的游戏做的比较精细 所以他可能 比如说我在狙击的时候 我可能要抬枪几个点 那个其实是一个技术 射击游戏 对 然后第三种的话是卡牌游戏 卡牌游戏比较知名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像炉石 因为我可能 有点像以前我们在玩那种 游戏王 对游戏王卡 他可能会知道说我猜你手上大概有什么牌 我可能要用什么牌去对抗你的牌 类似这样子 对 所以有三种不同的形式比赛 那在比赛里面 大家看那个荧幕 那 因为这种比赛还牵涉到 你要很多的观众的互动了 对 就不是只有玩家来看的 那那时候就需要像他们的这种直播主 对没有错 应该 应该讲说他会比较需要专业的主播 跟赛品的部分 直播主的部分 其实比较偏向娱乐的部分 他可能会是在中间有一些娱乐的桥段的时候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适合 不过整个在所有的专业赛事里面 其实是需要专业的主播跟赛品 来解说这个游戏的 因为就刚刚有提到 就是 其实所有的游戏里面 我们都可以大概的预判 因为其实赛品的功能 其实就像我们在看NBA一样 就可能每个球队 他的打法跟打风 其实都不太一样 你的直播经验 你会看出这个选手来自哪一个国家吗 其实一开始是先看他怎么玩 然后如果他的玩法我很喜欢 我就会去观察他是谁 我应该说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异性 就是日本他们会比较温吞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 不会那么的激烈 然后台湾人就有一种慷慨激昂 我们要战胜 然后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看到了 您刚刚讲的 这个电竞的竞赛 不仅是技术 也是一个心理作战 也是 其实这种蛮多的选手都会被外聘到 看是大陆啊 或是美国的队伍 当外聘的选手 那他们其实都是 可能他们说是台湾的 真的是不只是0.1而已 他们可能就是0.01%的选手 就那么几个 那就是他们都是从小就开始努力去 就是去投入或者说去训练 才会有今天的他们 那也是台湾从小的教育 就是教我们说 就是要积极进去 所以我们的教育一方面 不太了解这个电动 这个电子游戏 这一方面教育的那种特质 对 就是教育的特质 说要向前冲 对 你呢 你看到 你不太同意是 没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 好像不太适合我讲 但是我只知道 台湾的那个世界冠军是蛮多的 台湾很多比赛都有拿到 我就想知道原因 为什么我们 这么多家长是在阻止 或者不认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选手反而有很好的表现 我也觉得很奥妙 因为我觉得台湾在电竞这方面 其实电竞大家都有听过 但是就是没有很支持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懂电竞的东西 而且也没有资源 没有任何任何的东西 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一点 但我想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们两个如果 我们的家长提早的了解 或甚至支持的话 你觉得你今天的成就 会远超过现在吗 我觉得会 你现在已经这么好了 你觉得还会更超过 对 因为我去了国外打比赛才看到 其实他们早就已经就是 早在2010年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开始在走电竞了 台湾的起步慢了 慢人家很多 那他们也很支持 他们的教育反而是非常支持 他们的小孩子 甚至从5岁就开始打游戏都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支持你想做的嘛 那可能台湾的这样的就是去阻挡啊 可能会影响说 我对游戏有时候会没有办法 就我就算是想玩 但家人不给你玩 好 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谈女孩子 因为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 你刚刚告诉我 这个行业是有男女的一些观念 女孩子究竟适不适合告诉她 她可以进入这个行业 女孩子起步真的要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真的不太被看好 但是我觉得女孩子在这个行业 也是可以达到很好的分量 说一说你们的干股好不好 至少来给我们一点 当然鼓励你也告诉她一些真相 就可能说打比赛的时候 对方 假如说我今天女队跟男队一起打 一坐下来男队就会说 怎么是女队伍啊 来干嘛的啊 来玩球的是不是啊 还是玩沙的啊 然后就是有那种很骚扰性的语言 就是要不要加个好友啊 哥哥带你玩 这样子 那你骂她你的性骚扰 对 很容易有 然后有一次比赛就是 我们女队赢了 刚好那一场是有网路问题的 然后男方就很生气砸键盘 要求重赛 然后就是一直在说 那一场网路就是有问题啊 说我们才输了 怎么可能输给女生啊 什么之类的讲一堆 所以这些大男人 反而在游戏世界中最明显 对 很明显 就是他们不甘愿输给女生 所以应该要更多的你们加入之后 才能把这些大男人的气焰给他降下来 对啊 但是其实玩游戏 九层几乎都男生 对 我们就是为了女生而出头 我们就是复仇者联盟 对 就是我们在任何领域都一定想要顶尖的那种心态 现在台湾你们觉得最不能理解的 最应该厘清的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关于这个电竞行业 就刚刚我提到就是 它不等于游戏产业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这什么意思 其实我们也听得懂 我知道不等于 但是所谓不等于 你后面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后面要接什么 比如说应该想说 我们认为所谓的电竞的游戏 它能够被称之为电竞里面 是一定要包含竞技的元素在里面的 所以如果平常像我们以前玩 那个什么小精灵啊 或者什么 那个是不属于电竞类的 那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有三种游戏 有包含Mobile FPS跟卡帕 原因是因为它里面是含有经济的元素 就是举例来想像军事的部分 男生就很明显知道说 我今天如果是战争游戏的话 它其实就有含经济类的元素在里面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认为说电竞这件事情 如果它未来它没有办法去整合其他产业的时候 它其实是很容易会死掉的很快 原因是因为电竞产业这件事情 它必须要靠各个产业去集合的力量 才能够蓬勃发展 所以像我们自己协会本身的话 其实我们的组成有包含金融业 然后有包含娱乐产业的部分 然后还有包含影视业 我们先不谈企业界 我们谈观念好了 我觉得像你们的成长 就是最简单 家长觉得孩子从小 他就在这个里面 他就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学业 身心健康交往人际关系 我怕罪名一堆了 对的正常发展 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设立一个 比如说假设这个是电竞老师 他变成一个正规的教育课程 对 教育课程 然后教你打游戏 但是不沉迷 就他也变成可能 国语 数学 英语 其中一个项目 他变成一个正式的东西 他就不会变成偏颇 但是可能游戏的这个科目出来 大家可能成绩会很重要 所以就是沉迷上瘾 电玩被附上了一个罪名在上面 对 因为这个原因 如果他都本质量的话 我觉得并不会造成这样的影响 电竞选手的大概到几岁 是高峰期就过了 平均大概23到25 很短 还算老 23到25退役 大概是16岁的时候最早开始 我猜你们都过了16吧 对 所以这个游戏 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 你差不多就要丢下战袍了 对 那这个依赖感怎么办将来 就是将来变成的是 你是走后勤去支持那些小孩子 去辅助他们 万一你没有那个机会 你还没有别的专长呢 跟周杰伦打过游戏算吗 你跟周杰伦打过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他刚玩游戏的时候 只会一直角色 对 然后他的ID 其实挺明显的 对 然后刚好约进去一起玩 然后就是打完才发现 这是周杰伦吗 这是周杰伦吗 我跟周杰伦玩游戏吗 这个游戏 它在很年轻的时候可能就 你差不多就要丢下战袍了 对 那这个依赖感怎么办将来 就是将来变成的是 你是走后勤去支持那些小孩子 去辅助他们 万一你没有那个机会 你还没有别的专长呢 有 所以我后来 我现在是在做游戏设计 就因为把我自己的专业 套用在设计去做出 其实这也是国外推动电竞教育的一个方向 是的 他们就是把游戏训练跟Coding 这个城市教育 对 合在一起 等于是我开发的游戏可以去加入 选手像你这种可以同时具备打仗的能力 也具备科技研发能力的 这种例子多不多 这种不多 为什么 大部分都没有办法 你看 我说那我还是担心 你呢 你现在比如说你已经离开战斗队伍了 我觉得选手退掉之后很多路可以走 真的 很多路 很多路 就是选手退下来之后 因为你对游戏上的理解 跟整个规模 跟电竞圈的熟悉度 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是一直推动电竞的东西 或者是当教练那些的 或者是当实况主 对 这其实很 我觉得电竞圈包含的东西太多 很杂 所以它可以 所以这行业还在成长 对 它可以去 犯犯到很多地方 像我打完选手 我跑来上电视 我也觉得很奇妙 真的 就可能选手 选手当晚就变万红了 我觉得如果十年前的 大概真的是 我们的话题根本就不会出现 对啊 好 那到底现在 一个年轻人 在你们这行业 他可以赚到多少钱 这好难讲 对 因为每个人的收入是不同的 我讲Twitch现在目前第一名的实况主 好像Ninja 他一个月大概是100万美金 Ninja 对 他大概一个月是100万美金 那比如说台湾的一个 我们就是 这个行业里面 也不要算顶尖的 他维持他自己的一个 还不错的生活 对 可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好 那我就要问 这些选手现在 一旦他们退下来 他们的后路有人帮他们安排吗 现在你们的规模 产业到了那么 到那个地步了吗 队伍应该都会辅导 都是站队辅导居多 所以其实我们协会 目前来说的话 也是针对就是大概高中生到大学 这段的年纪的部分 来针对他们第一个喜欢打游戏之外 第二个他是不是有可以其他专场 比如说他可能未来可以当欧比手 或是导播啊主播啊赛屏的部分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选手 如果假设他是没有天分的 他应该要尽早认清这个事实 你可以当从业人员 所以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很常的 密切在跟学校就是谈 就是相关科系的一个部分 因为坦白说 老师有些可能是可能像 我们以前过去的影视专业 可是他不会打游戏 他就会面临到说 我不知道怎么教他们 可是老师是本来就有 具备影视过去的专业 我们知道讯号怎么创接啊 OB啊 你觉得将来我们学校 有开放对课程的一天会来的 有 因为已经有老师邀请我 下学习去开课了 他们想教 所以后面已经有家长 态度已经开始转变 有开始转变 他希望说我的小孩子 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 还可以做什么其他 因为很多家长认为 他们担心的是什么 选手这件事 选手如果他真的没有天赋当选手 那他怎么办 他会不会以后的人生就没有了 所以其实如果你给他 更多的配套措施的时候 或是更多的选项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家长的态度 是比较正向跟放心的 你刚刚说你的家里的态度 现在已经变了 对 现在变了 是因为你出名了 还是你发觉这个行业 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 就是只要我要比赛 他们会关注 会变成拿着手机 开始看直播 对 加油 没有直接的一个场地 让他们去看你 因为都在国外 国外 那在台湾的话是有的 那他现在还会不会有这种困难 跟他的亲朋好友解释 你的工作还是很困难 对 是 可是其实他们要开口也蛮难的 就是会说假设说 你今天你小孩在做什么 电竞选手 我妈都说 我都打比赛 打游戏 打到错误比赛 对 就是大多都是这样子去说的 就可能别人就会很驚慌 说打游戏 打游戏赚钱 这个观点在改变 对 你们发现还有什么误会 你觉得这个社会 现在还在模模糊糊当中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出入这件事情 有一点误会 因为其实他跟球类运动 是有点类似的 就像很多球职业选手 他们退下来会变教练 可是他可能就除了教练以外 就是教书或是其他就没了 可能还要去培养二技 或是各个其他技能 可是我觉得电竞选手 除了你对游戏产业了解 可以做设计 可以做开发 后面可以做像秘书长这样的工作 甚至也可以你去直接 自己组一个站队 都可以 那甚至我觉得这个开放性 囊括性比较广 所以我觉得他的出入 这个是被误会的 大家都觉得 你今天做了选手 你不做选手 你就没有钱赚 其实不是 我觉得他比较起 可能正规的那种 体育运动来讲的话 他反而更多出入 因为他是科技相关 所以其实科技 一囊括在一起的话 他其实出入很多 你还可以写程式 所以你们赞成是 越早开始让孩子 能够来接触 正确的接触 然后有正确的教育管道 对 因为其实韩国政府 在98年的时候 就开始投入在做这件事 我们政府大概是 这近一两年才开始 重视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没有经过 因为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说 他跟天分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他真的没有天分的话 应该就是要让他 可能好好的念书 或者是说他去从事 他本来应该既有的 专业的部分 那如果假设有天分的选手 我们应该要 导入一些相关的资源 怎么样来协助他 辅佐他 可以真的成为 全世界顶尖的选手 那以目前现在 台湾的选手来说的话 天分跟资质 相较于其他国家来说 我们应该是世界排名前三 对 我相信这个 台湾的年轻人 这方面真是蛮厉害的 对 所以你们自己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你们这个行业当中 到现在在你们身上 发生最好玩 或最快乐的事情 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人 对这个行业 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就可能真的是 很多不同领域的 都会认识 你有没有碰过 你猜想到 他可能是社会上 地位很高的人 他在跟你玩游戏 你虽然不能确定 但你猜 他可能是一个 我不知道 跟周杰伦打过游戏 算了 你跟周杰伦打过游戏 会不会给你带来 体力身体上 生理上的后遗症 其实我四年来 就是都一直都是在 打比赛这些类型 然后我因为在 大陆那边训练 可能是因为食物 以及空气的关系 就是可能就不习惯 我的肺部就长了 一个肿瘤 然后就导致我要切除 右下的肺液 你有没有碰过 你猜想到 他可能是社会上 地位很高的人 他在跟你玩游戏 你虽然不能确定 但你猜 他可能是一个 郭台铭之类的 玩一玩 结果是错的 我不知道 跟周杰伦打过游戏 算了 就像周杰伦一样 你跟周杰伦打过游戏 就像周杰伦一样 但你确定他是吗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他刚玩游戏的时候 只会一直角色 然后他的ID 其实挺明显的 太笑了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他有在用 那个战队部分的东西 所以他有跟 我的一些 排位比较高的朋友一起玩 然后刚好约进去一起玩 然后就是打完才发现 这是周杰伦吗 这是周杰伦吗 我跟周杰伦玩游戏吗 这样子 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的战力如何 现在还不错 你们对于选手 你的团队对你有没有什么限制 你下班之后去不好的场所 或者是去社交场所 有时候说话不可以太直接 甚至我们也不能骂对方 我们有一条规定是 你骂对方 你扣半个月薪水 还好我们不能挂网 就是有很多这种 因为你们已经是形象的代表 对 你不能挂在公司的名字 在骂人 可是那不是蛮合你的个性的吗 也许是 唯一不合理的 就除了说不能谈恋爱之外 就还好 就是他 因为这其实很多公司就是 你就是要好好训练 你有碰到队友谈恋爱被开除了吗 我碰到一个是他谈恋爱 然后就是去约会 回来 那个我们的站队总监告诉他 你半个月薪水没了 哇 老天 当你们这个行业 是一个高度专注的行业 对 体力耗损很大 是 会不会给你带来 体力身体上 生理上的后遗症 我想问一下 就当了四五年 或两三年的训练之后 以前有后遗症 如果没有运动 你都会 其实我四年来 就是一直都是在打比赛这些类型 然后我因为在大陆那边训练 可能是因为食物以及空气的关系 就是可能就不习惯 我的肺部就长了一个肿瘤 然后就导致我要切除右下的肺液 就是就有一段 你动过这个手术了 对 动过了 就把肺液拿掉 你放心 你看起来很健康 但是其实家人就是很 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打个游戏打到身体坏了 但是现在就 你爸妈多心疼 对 主办单位或者是一些培养你们单位 他们对这个有没有比较重视一点 就是你们的健康状况 会 会重视 都会安排 开始重视了 你们还是觉得这个行业 对于年轻人是可以有未来的 你觉得还是国立吗 其实我们听到这些 是有一些男女之别 是有一些辛苦 而且甚至很多家长不见得认同 我觉得如果是你适当的安排 然后就像是工作一样 你有规律的安排 那我觉得很适合年轻人 就是去投入它 就像课业一样 就是你不能因为打游戏而放弃课业 像韩国那边有开电竞学院 他们是让学生在课后之余去练习 所以台湾已经到了一个应该正式的态度 到底下一步的国家要怎么走 现在学校也有电竞社 对 电竞社也开始 因为现在是立法都通过了 你已经把那些产业 你不许再偷偷摸摸的 然后也许跟家长应该来一个对话了 究竟你的青少年 该不该让他们走这条路 想一想我们要上一道特别的菜 然后马上回来 请他告诉我们 对于像我这样子的家长 家长 或者更年轻的家长 要告诉他们什么 今天我们上来的一道 什么样的特餐 给我们所有的电竞好手们呢 哇 谢谢我们的厨师很辛苦 哇 福必鼓掌 这也没有那么贫 好 四碗泡面 真的是经常吃泡面吗 因为其实泡面是最简单 最方便的 这是最方便的东西 对 你试一下我来转播你吃泡面 好 他现在真的 我还真不会 所以这个 你现在私底下 没关系 你会不会把你的讲话 带到你的真实生活里面 讲话也变得很直 会 会影响你交朋友 不会 他们会觉得你反而变得很真实 真的 不会骂人 对 他会觉得你很真性情 你怎么会就是 可能以前你会担心人际关系 然后后来在游戏里面 你习惯发现 其实 不是真的一定要这么做现情 是不是很多男孩子 其实蛮欢迎你的 如果要说现实面的确是 因为男生会觉得 哇 可以跟女生玩游戏耶 然后 还可以保护他 因为男生会有那个 英雄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行我就是要保护他 没有我很年轻 你将来的这个对象 要不要也是一个很喜欢游戏的还是 我觉得他可以对游戏有兴趣跟了解 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完全不理解我的话 我们对小孩的教育会有影响 但你也不期待一个电竞的选手跟你在一起 我不期待 不必那么高干的 对 因为到时候他跟我说 你那个不能吃那个怎样怎样 然后一定要怎样集点起床 要什么什么选手的生活 我没办法 这是他们过的 对 我不行 对于像我们这种广大的这些非玩家人 你们希望怎么样去更多的跟他们接触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 大部分都是在云端上面的发生 就是因为要提供这些非玩家 他们能够更了解 什么叫做电竞产业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 11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跟三创是进行全面性的合作 会举办一整个月份的电竞月的一个活动 然后让所有的大众可以到场馆来 体验感受 你们特别欢迎家长来 有 我们非常欢迎 现场也会有很多的一些赛事 然后表演 然后也会有其他的就是可能实况主 来现场做一些相关的解说 至少让他们稍稍放心一点 我觉得爸爸妈妈跟自己小孩 如果一起玩游戏 还蛮精彩的 对 然后就把妈妈输给自己的小孩 对 还会问你怎么玩 对 对 他就想要探究 就跟LINE有点像 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本不知道LINE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知道了智慧型手机会用LINE以后 他都还会问你怎么使用 就他们可能还会用得更连 所以现在的凤五星的进化速度快一点了 对 对 而且传播的快速 可以让他们观念改变一下 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也不了解 对 但时间嘛 还要靠你们 没错 对 反正 反正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招待不周只有泡面跟那个 真的超棒的 所以这几天最近也没有比赛 最近算是女子赛的话 算是胸进 不是胸 没记得是胃后 比赛结束 一个晚上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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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